有一次我在飞机场见到一个人 这个人远远地看到我就跑来 你是唐重荣吗 我说是的 我听过你讲道 那我说你现在呢 现在我已经不到教会去了 你曾经在什么教会 我偶尔听你讲道几次 那个时候还常常听 我就参加一个教会 教会就七八年在那儿教会 后来说我完全不要上帝了 我说为什么 我太奢望了 为什么你很奢望呢 太奢望了 不必讲太奢望了 我说是不是我令你奢望 没有 你没有令我奢望 是不是某些基督令你奢望 有 有一些基督令我奢望 但那个不要紧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世长老令你奢望 也有 但是那个也不要紧 是不是某些牧师使你奢望 那也有 但那也不要紧 那我就问什么要紧呢 是什么 他说最大的奢望 上帝使我奢望 我说上帝使你奢望 上帝为什么使你奢望 因为我发现在我痛苦失败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能力帮助我 我对上帝太奢望 我不明白 我第一次做人几十年 第一次听一个人说 上帝使我奢望 上帝给你氧气 你才能发脾气 连你发上帝的脾气 都需要氧气的供应 才发得成 上帝到底哪一件事使你奢望 一点点的饭 你要付钱 而且三天不吃饭 你不要紧 一大堆的氧气 你不付钱 三分钟你不信 你就死了 最重要的是最便宜的 最不重要的是最贵的 你不感谢上帝吗 很多事情上帝造得太奇妙 你不感谢上帝 到底什么事情上帝使你奢望 我有时候想 莫名其妙 我们这个小脚的壁纸 到了最冷的地方 零下四十度 你吸空气进去 如果那空气到你肺部 还是零下四十度 你就变成冰箱了 你到里面的时候 变成很土空 你身体的温度一样 这壁纸就在几秒钟里面 温度调节 鸣接到那个地步 哪一个冷气就做得到 连这个你都还没有 感谢过上帝 你还说他使你奢望 我真的不明白 你还敢说没有上帝 你就毕竟小脚 有个功用 没有一个机器会做到 他会告诉你 坐在你旁边的人 今天有没有洗澡 你还敢说没有上帝 是哪一个和学家 会做这样的事情 太多事你 太没有道理了 天赐万物以世人 人物一物以报天 人物一善以报天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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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渡过七沙碑 这是真正应该讲的 人对神的不公义 上帝死你舍望 那个时候的飞机叫了 last calling 结果最后的final call 我要快快走了 我说 为什么上帝死你舍望 他不必讲不必讲 反正上帝给我舍望 那天我坐着飞机 一直想这个事情 那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 讲章 神使人舍望 如果有人认为 神使他舍望 那一定是 他对神的认识错误了 因为他认为上帝 像圣诞老人一样的 上帝像慈善家一样的 什么时候他要 上帝就应当服务他 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应当全然服务我 那是上帝变成你最最卑微的仆人 你要什么他就要服使你 那不是全能 那是利用全能来欺负上帝 但是有这样的牧师传道 就专讲那一样的道理 专讲那种上帝